各位观众,早晨,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直播环节 会和大家跟进各别股份的表现 问答,我和Jason谈谈一些各别股份的表现 就是我们研究部的经理陈伟聪在旁边 Jason,早晨 John,早晨 你好,洪小姐在旁边 早晨,早晨 想问什么股份 388港交所 如果想问下下个时间 不知道在哪个位置入或走 287.2 现在股价靠稳 市况方面都转转 升227点到26,918点 但我留意到成交金额也偏弱 而且最近新股表现都一样 所以说港交所的情景又如何呢? 如果要部署,可不可以现在买入呢? 港交所的走细 这一段时间都比较暖 就算你看到今天的市场 但这个股份的价格又不是涨很多 我自己都有些担心 就说见到这一段时间 的确香港的成交 都开始回到大约14亿左右 比起之前高峰期 2000亿流上 明显都是缩减了不少 再加上见到 之前港交所炒得这么高 都是因为那个深港通的一个憧憬 那当然了 你说深港通是今年下半年开 问题应该不大 但是既然你说这股份 都炒到这些位置了 即使开了 但是当时的成交 是没有一个显著增加的时候 那我都相信港交所 你说这些位置再破顶的机会 都是有些难度的 至少短期里面 都未必说能够这么快打穿 就是310元这些位置 所以如果你说要买的 当然就可以以一个 炒波幅的策略来做 那你见到现在落到去 大概280多元 都接近整个波幅区间的底部 那你买一些 问题应该不大 但是你上网的目标 暂时都是先往 大概是300元 至310元这些位置 就作为一个食糊的价位 好 红小姐有没有其他东西想问 可以买了是吗 是的 这些位置我都可以买 买一点 但是都要留意 就是下面如果是跌穿 280元左右这条50天线的话 那到时你都可以考虑去到 先做个指示 好 先谢谢红小姐电话查询 下一位朋友 张小姐 你好 早晨 你好 早晨 张小姐 问一下116 是否有货 我见到这几天 西亚约了一点 应该什么位置买 安全一点 好 那看看 就是中港核电力 編到116 股价 今天来说继续有下车 跌了3% 似乎想落到50天线的位置 那如何部署回后市 似乎A股方面 有两个巨毛霸 一些核电股上市 看到它的反应非常之好 那个炒影子股的效应 就好像慢慢蒸发了 暂时没有放空 好吗 现在买入 本身这间公司之前上市之所以可以定一个比较高的价 都是因为市场上没有这些纯核电股份 很多是香港也好 或者是大陆上的也好 都只是一些概念性质 或者都是只是做一些核电设备为主 如果你说做一间是用核能来发电的公司 之前就没有的 所以你说这间公司第一只上了 当时就受惠一个所谓的欺缺性 就令到它那个是估值方面 都可以有一个premium在这里 都可以定高一点 但如果你说现时都见到大陆方面 都已经上了另外一只中国核电的话 那自不然那些基金就可以有多的选择 那你计算一下估值方面 现时中国核不是说真的特别便宜的 那讲讲那个PE方面都去到23倍左右 那变相如果你说真的 那些基金之前是拿着这只股份的 都有机会先行沽这只股份 就买A股那只中国核电 那变相对于他这一排来说 那个走势都是有个压力在那裡 那如果你说他连续跌了整四月下来 那现在都见到去到50天线那样 那希望有一个初步支持 那就是说在4.4这些位置 就不要说再跌穿了 那短线你说薄去有个反弹的 那我觉得都是可以直薄的 那当然这个幅度未必说很大 那你说要买的这些位置去买回 那上面薄去上去大概4.8左右 那问题应该不大 那但是如果你说要重新上去 5.4、5.5这些位置 那似乎的机会就不是太高 那所以如果你说这些要买 那都是博一个技术性的后抽 反弹之后呢 那你都应该要沽货为主 好啊 OK 那很详细了 多谢先张小姐的电话查询 好 那我们要听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 是不是李小姐在旁边 早晨 你好 早晨 您好 我问494 利峰和一只新股 什么信约业呢 抽不抽过 494 其实它刚刚由6元上到这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才来买 是不是不太好 还是真的下6元才行 我不知道它反弹是否去什么位置 好啊 利峰方面 早前看到这只股份 频频就说创52周伸低 那些全部大行就说 他占不到订单 前景又比较淡一点 那现在有反弹 升了2%上来 去到6.51的位置 那会不会说最差的情况过了呢 会不会说买一点点 作短线或中长线的部署呢 李峰如果你说说的基本面 就一直都是不乐观的 那说的是他本身整个的 business model 都受到一个很大的考验 包括说现在美国很多客户 都用一个直接采购的模式 就向中国方面的厂 就落单 就skip了利峰这个中间引 那变相他在那个接单来说 都会有个压力在 那所以你看回之前出的那些业绩方面 一直都不理想的 那所以你说价格为什么是不断 伺称低呢 都是因为基本因素不配合 那这一阵你说去反弹的 都只是一个叫技术性的后抽为主 那你说弹到去哪呢 那现在暂时我就看一条二十天线 大概是六个七左右 都会是有个比较大的阻力 那变相那些说要买六个五毛铃 买就纯粹毫几指上到六个七 那似乎那个的直播空间 不是说太多了 那所以这只股份现阶段 我都不建议说去买了 嗯 好啊 另外你是不是想问一只三生制药 李小姐1530 不是啊不是啊 现在销售那只什么信 白信药业 那只抽不抽得过 麻烦你 五七四是不是想问 是啊是啊是啊 OK 那看看情况 因为这一段时间 新股表现一般 刚刚我读到那只三生制药 如果是昨天来抗梅一手 好像赚了两百元左右 那个利润幅度很小 那现在就问回好没有再抽另一只IPO 那这只可能资料都不是太多 可能要按一下 Jason 你有没有研究我这一新股 这只股份呢 就这样看它的业务 都是做一些零售的药房为主 那它的业绩那边呢 不是说太好的 那单看回一些表面的资料 过去的三年呢 都是要蚀钱的 那我说你说今次去集资方面 去开一些新的零售店 但是你说这一个业务来说呢 不是说一个很大的竞争力 因为始终你会开药房的 那在内地大把 那竞争又相当之大 那便上我自己对于这间公司的前景 不是说真的看得这么乐观 那更何况你看到近期IPO的方面 就算你说三生制药 那个基本面算不错的 还有之前那个招股反应是这么好呢 但是上市都只是能够 就是能够升得一个这么小的幅度 那我都相信你说这只股份 来着上市的表现呢 未必说真的可以有个很帥仔的升幅 所以如果你说要抽呢 我就觉得那个直播率都不是这么大 好 不过这一只白信药业来说 就入场费2828元左右而已 那它那个款项就是cap水呢 就大约2.5亿 那个size比较小一点 所以如果等着就是 如果第一天上市的话 很短线抽到手里挂牌 沽了去的话 会不会有利润在手里 因为看到一个集资压这么小呢 集资压小 当然就有一个希望 供求方面平衡 就说希望到时候一些的 基金方面要追货 但是始终这只股份的规模 又或者说它的品牌 都不是说那么好那么大 到时候上市之后 那些基金是否会追货 是否会再将我的价格推高呢 那我仍然是有些保留的 所以你说短线它是否必升无二呢 暂时我都真的不是太大信心 好 谢谢你先 我们先休息一会 谢谢Jason 和几位家庭观众给我们的电话查询 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会有其他的环节 不是家庭观众不要走开了